大家好,歡迎參加由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局 澳門勞工事務局及澳門建築安全協會合辦的建造業安全網上研討會2022 我是今日主持人Humphrey 廣告工程接種而來,為建造業的職安建帶來挑戰 業界積極應用智能科技,提升效率之餘都可以改善安全的狀況 協助從業員有效及安全施工 今天我們圍繞著智慧工地安全管理這個主題 邀請了港澳兩地的企業代表 分享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將軍澳跨灣連接路主橋和相關工程 澳騰四橋和澳門輕軌延伸橫琴線 等等大型項目在實踐智慧工地的經驗 而在正式開始之前,我們邀請職安局主席 陳凱秀博士BBS太平紳士致辭 黃志雄局長 李家慈會長 各位香港和澳門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參加建造業安全網上研討會 兩年多的疫情以來 不少面對面的經驗分享和實地考察活動都未能進行 港澳兩地合辦的職安活動 難免受到影響 不過又是科技的協助 我們可以在網上見 透過今天的網上研討會 激活港澳兩地 在安全健康知識的分享和交流 建造業在香港和澳門經濟體中 擔任著重要的角色 為了提升施工安全及效率 近年兩地開展的多漢大型建造工程 例如香港故宮博物館 澳騰四橋 澳門輕軌延伸環琴戰等等 業界都積極採用智能科技 如智慧工地Sysmark系統 透過兩地企業實踐智慧工地的分享 互相借鑑 提升港澳的建造業職安建水平 今次研討會有四千多位朋友參與 希望各位能夠從中有所得著和啟發 將今天接收到的 安全資訊和知識 與同事及朋友分享 應用在你們的工作中 我衷心感謝澳門勞工事務局 澳門建築安全協會 以及兩地的趕者鼎力支持 令今次活動能夠順利舉辦 期望我們很快能夠見面 祝各位工作安全 身體健康 多謝各位 謝謝陳主席 接下來有請澳門勞工事務局局長 王志雄先生支持 尊敬的陳凱秀主席 李家慈會長 港澳兩地的朋友們 大家好 本人非常高興出席 今天由香港職安局 澳門勞工局 及澳門建築安全協會合辦的 建造業安全網上研討會2022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 令到澳門與香港的人員流動 變得不容易 但我們對建造業安全的關注 並沒有改變 因此 澳門勞工局 與香港職安局 積極尋求方法 為兩地的業界倡設 職安建的交流平台 而今天的網上研討會 正是一個港澳兩地交流 分享建造業安全工作經驗的好機會 眾所周知 建造業是一個比較高風險的行業 僱員在工作中 出現嚴重的受傷 甚至死亡的意外事故 一直都教其他學業多 工作意外對死傷者 他們的家人 業界 甚至社會都帶來不同程度的傷害 從過去的嚴重事故中 讓我們明白到 建造業的工作意外預防工作 刻不容緩 必須持續加大力度 提升建造業的安全水平 近年除了科技的發展 業界以大量利用 智能科技的提升 建造業的工作效率 改善工作安全 不少的成造商 嘗試採用智慧工地的模式 進行安全管理 並取得良好的效果 我們相信利用 暢新科技 提升工地安全水平 減少工作意外發生 相識業界的發展趨勢 另外 我們藉此機會 感謝香港職安局 澳門建築安全協會 與勞工局一同籌劃 今天的 榜上研討會 共同為兩地的從事員 提供職安建的交流平台 最後 祝大家身體健康 工作順利 家庭民福 多謝各位 謝謝黃局長 接下來有請 澳門建築安全協會會長 李嘉茨先生支持 謝謝 謝謝 網上的研討會 首先我要感謝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局 及澳門勞工事務局給機會我們 能夠成為2022建造業安全網上研討會的合辦機構 亦感次本次研討會 五位主管的嘉賓和他們所屬的公司 大公無私地將他們投入巨大資源 而開發的智慧工地系統 和智能安全管理的實踐經驗 和我們一起分享 讓我們通過本次研討會 提升安全管理工作的認知 時代是進步的 新的建造方式和技術不見農言 相關的安全管理監督是不容落後 我們是要以時並進 精益求精 不斷通過學習 豐富安全工作的知識 不忘初心 鑽造安全工作是無區域無國界的 地球村上發生任何的生產安全事故 都會影響到每一個村民 在此 希望嚴重的生產安全事故的個案 的數字 永遠定格為零 在此也不允許大家這麼多寶貴的時間 情深祝願研討會圓滿舉行 多謝 謝謝你會長 以下時間就交給今日第一位的分享嘉賓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房屋工程部副總經理黃勇先生 將會為我們分享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智慧工地及智能安全管理的實踐 謝謝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來自中國建築工的黃勇 也是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項目的負責人 今天非常高興可以參加建築業 安全網上研討會2022年 首先我也是代表項目團隊 和主辦方、執行國給我這個機會 我們今天分享的題目就叫做 自衛工地及智能安全管理的實踐 我們分享的內容都是希望讓大家了解到 故宮這個項目是如何利用科技創生 自衛管理的手段 來達到安全管理及實現安全管理的目標 我今天分享的內容主要有五個部分 首先我想簡單地介紹一下這個項目 故宮這個項目相信大家都非常出名 也有了解過 這裡有一張時間表 顯示了這個項目的一些背景的情況 包括前期一些準備的階段 其實在2007年 香港政府已經和北京故宮開始合作 以及舉辦了一系列的活動 在2015年 香港政府正式向中央提出 興建這個項目的一個報告 也得到中央的同意和支持 2017年6月 在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的見證下 香港政府與故宮博物館簽取了 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合作協議 亦標誌了這個項目的正式啟動 2019年3月 中央香港成功總標這個項目的主體建築合約 同年4月24日正式開工 香港古宮文化博物館 是位於西九文化區 位置是非常獨特的 山面環海 分別為南面的維港 西面的大嶼山 以及北面的西九龍 可以在港島九龍不同的方向 都可以看到它 可以說是香港的一個新的地標性建築 項目占地面積是1.7萬平方米 建築面積是4.4萬平方米 主要工程的內容 包括建造一個七層高的博物館的大樓 以及平台的廣場 在博物館的內部 主要有九個展覽廳 三個室內大的中庭空間 以及配套的演講廳 活動室、餐廳、紀念門商店、office 以及一些草層石等等 項目的建築師 在香港知名的建築大師 袁順其先生 他通過現代化的建築設計的手法 將傳統中國士藝文化 傳統中國的空間文化 以及當代都市的文化三者之下 例如在中庭空間的處理裡面 非常巧妙地利用紫禁城、中座線的概念 利用波浪形天花 將空間打通亂過 整個建築設計 既有現代建築的美感 又折合了傳統建築的元素 在設計很多細節方面 都是通過現代建築的語言 重新演繹傳統建築的元素 包括我們都非常熟悉的 鴻門跟丁、九龍土水、根水和、流泥雅 亦都非常值得大家過來參觀一下 第二部分 項目的特點和藍點 這個項目除了非常出名之外 其實造型都非常獨特 對供應和功能的要求都非常高 加上功期亦都非常緊張 所以在施工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說是過五關、斬路障 逐個解決施工方面的難題 大家看這張照片 香港故宮最有特色的地方 就是這個獨特的造型 我們形容它為上寬、下墜、頂虛、抵殺 為了實現這些特別的造型 後門主體結構的東面和西面 是用了傾斜的結構 其中在東面的尺度達到1比3 在結構上我們採用了 Composite Colon的組合結構 而最大懸臂的長度達到14.6米 單個結構構件的重量 都是超過12噸 在結構施工過程中 另外一個難題和挑戰 就是清水實施 我們都叫做Fair-faced Concrete 這些是一個特別的施工工藝 項目在外牆和柱等位置 大量使用了這些清水實施 其中在外牆使用的面積 是超過了70% 這個設計看起來非常簡單 但是實際對實施施工工藝的要求 是結構的 又是滿足結構受力的同時 都需要對維寧土的質量 顏色、養護等等各個環節 進入一個非常精準的控制 才可以保證到質量 香港古工在建築外形上 最吸引人就是這個金色的外牆 其實這也是非常獨特的設計 這是一個根塑的外牆 加上陽光的照射 可以形成一個流光異彩 像是幸運露水一樣的效果 非常之亮 其實同樣為了實現這個過程中 為了實現這件事 我們整個根塑的外牆 是由4022件大孔的曲面根塑鋁板組裝完成的 每一件鋁板的形狀、切齊處和彎曲的程度都是不同的 而我們將它的組合安裝在一起 就構成了外牆面 在這個設計過程中 我們都充分考慮了防風、防腐和防塑的功能上的要求 另外,薄膜館的機電系統設計都是非常複雜的 除了上規的機電系統之外 都有很多專門為大型博物館設展 以配置的恆溫、恆濕、消防和安保一些系統 例如我們配置了樓梯加壓系統 動態排音系統 清潔氣體滅伏系統 同時亦安裝了震動、安檢的保安系統 紅外線、日親、暴警系統 中央電池照明系統等等 總共有14套機電系統 這段影片就是我們2021年消防燃收過程中 中庭公眾委Lungful Spinker Test 以及Hosmo Test測試當天的情況 當時亦有超過100名香港消防署的人員參與現收 因為這樣的現收其實在香港非常少 現收的過程亦非常複雜 當然我們都順利完成了 第三部分就是自衛工地 我們都有這麼多的挑戰、這麼多的難題 在建設過程中 要如何做到補質、補量、旺氣員工呢? 其實這個建設的過程 都是結合了創新技術和智慧建造的過程 基於項目的難題 緊張和公開 我們亦必須通過科技的手段 來提升施工的準確度 提升效率、徵分度秒 實現高質量的員工為目標 我們的項目主要通過BIM的應用 順序化管理、創新技術的應用 三個方面 通過實測效、具體的技術應用的技術 覆蓋了建造施工、協調、分析、耕控、培訓 推廣路大領位 來幫助我們提升管理水平 在香港故宮建設過程中 我們都首次採用了 中建香港自主研發的 自衛工地混平台管理系統 Csmart Csmart是以邊為核心、截核、墨鏈網 人工智能、混計算等等 創新科技已打造的 全方面系統化的智能平台 藉助Csmart的7加2加1的雜神管理平台 可以實現對人員、機械、物資、質量、安全、環保、進度等各方面的實施的監控系統的管理 可以將管理人員從大量複雜、反鎖的工作中解放出來 大大提升管理的效率 亦實現了純粋化的管理 尤其是在安全管理方面 通過自衛工地 可以對不安全的情況做出預警和知識的報警 降低風險、防患與未然 同時可以實現大數據的管理 進行安全風險的分析 令到我們管理人員可以更加全面、更加準確 科學的掌握工地的情況 在智慧安全管理方面 在智慧安全管理方面 實踐方面 我們有以下十個具體的方法和手段 我都可以逐個介紹一下 首先就是人面識別考慣的系統 其實都是一個出入地盤 必經之路就是一個雜機 我們的項目都使用了第二代面部識別的閘機 利用人面部識別的技術 可以達到快速識別人員 實際的記錄人員出入的情況 認證人員的訊息 我們都可以利用這個平台 隨時看到相關的記錄 自動生存不同類型的表格和報告 同時在供應日站的同時間 我們通過在安全網上的SmartTag 與人員訊息進行這個配對 再配合安裝在工地裏面 不同位置的定位的機站 我們叫做Sona 從而共同組成了 項目人員的動態管理系統 利用這個系統 我們可以實現不同人員 在不同工作的位置 實事的尾部 準確的監察 指定區位的人員 一些動態的訊息 特別是疫情的管理 和防疫追蹤管理方面 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另外 項目通過自動註冊系統 和電子健康申報的系統 提升了每天工人註冊 以及健康申報效率和準確度 實現了順利化的管理 我們利用高清CCTV和人工智能的技術 能夠監控建築工地的不安全行為 例如工人是否配搭安全帽、反光衣 如果檢測到任何不安全的違規行為 平台會自動實事的報警 也會通過手機的應用程式 知識的報告 我們收集相關的數據和圖像 都會定期在後台進行儲存和處理 可以幫我們提供進一步的分析 以及AI模型的分裂 同時項目也將人工智能這個技術 應用到火警耕控的管理方面 在安全駕駛方面 我們通過裝在車內的高清相機 以及一些接合在人工智能的技術 AI的技術可以實現 掌握到司機的狀態 駕駛的狀態 並且提供盲點、監測和駕駛方面的輔助 包括車輛的類別、車牌、顏色、監測度的問題等等 都可以在系統裡進行一個紀錄 這樣減低了一些安全方面的風險 對於高風險的區域或者裝置 例如我們在標達裡比較多的 升降基礎的管理、電箱的管理 我們其實都使用了一個叫做智能鎖的裝置 我們使用只可以授權的授權人員 才可以解開智能鎖 未經授權的人士 解開鎖的時候 就會發出這個警報 也都是作為我們安全管理的一個手段 可以減低了安全管理的風險 那麼VR的技術 我們都應用虛擬延時的VR技術 將BeamModel中間的延長環境 導入一個虛擬的環境裡 進行安全的配方 包括高空工作、人體下降 機械工作等等 十幾項工程方面的授權 通過親身的管授 讓體驗者 可以掌握相關的安全防環知識 以及認可措施 在環保方面 項目都應用智能存檢系 以及脈絡網的技術 對一些水質 或者施工環境的一些噪音方面 進行全面的失事監控 平台可以在失事監察 以及捕捷一些異常的情況 以上就是我們一些具體的實踐 具體的手段和辦法 講到這裡 大家可能會問 其實用這些自衛工地 讓我們這個項目 到底帶來什麼好處呢 我舉個例子 在2020年 這個疫情爆發以來 其實也是我們故宮這個項目 剛剛進入了施工高峰期 其實整個疫情 對這個項目的影響都非常大 面對這麼大的壓力 我們都制定了非常準備的防禦 一些網絡化的管理系統 包括一些分隔的系統 但是在具體的實驗方面 我們製作了這個自衛工地這個平台 通過電子健康申報 工人動態管理 實現了精準的防禦管理 我們減少了超過20%的人手 效率提升了超過50% 亦都是減少了超過10%成本 在疫情爆發到順利交付 成功抵禦了五波疫情 都是沒有因為疫情 而是造成停工的 另外在日常安全管理方面 工人安全行為監測系統 AI防火監控系統 安全駕駛和C-Smart智能所的應用 多次幫助我們項目團隊 第一時間失別 和第一時間解決一些安全風險 極大程度上 因此事故發生的概率 在自衛工地系統的幫助下 項目成功實現了 令嚴重疑惑 令警控 令安全逃遜 我想這都是自衛工地 或者是科技的力量 最後一方面 就是項目的成績 大家知道 其實古工這個項目 都是很特別的 因為它是古工部門院 首個境外合作的項目 亦都是國家大灣區發展規劃項目中 重點支持興建的 重點文化的項目 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在建築過程中 項目團隊 利用良好的管理 優異的表現 獲得了政府 以解C-9管理局 班花的各種獎項 是超過19項 在建築的期間 我們都是多次舉辦 以及截斷了超過100次的各種參觀 以及高樓的活動 獲得了熱界 以及廣泛的支持和讚賞 作為一個明星的項目 我們都是受到社會國界的 一個非常大的關注 這個項目 多次獲得了人民網 人民日報 央視網在內的 各大主流媒體的正面報道 在去年10月和今年的7月 我們都參加了大國建築 以及獅子山精神系列 宣傳片的一個彼此工作 都獲得了廣泛的傳播 在今年的開幕前 開幕期間 立法委主席 包括特首 都參加了開幕典禮 都給予我們這個項目 一個很高的評價 以及充身的廣泛 今年在香港回歸25周年 這個股工的項目 已經在7月2日 正式在香港市民公眾開放 這個項目 亦都是作為回歸25周年 一個獻禮的工程 在這樣的歷史性的時刻 我們都是圓滿地完成了這個任務 最後我想說說 科技負能已經是一個大的趨勢 安全管理的未來在科技 我們堅持以創生為驅動 不斷提升我們的管理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 多謝王先生的分享 請王先生留一留步 因為接下來就是問答環節 各位觀眾可以點擊問答 輸入問題向港者發問家 提提大家 使用手機收看的朋友 可以移動到視窗的下方 就會看到問答的位置 而網頁版的朋友 就會在視窗的右邊 就會看到問答的位置 如果觀眾看不到的話 都可以嘗試退出全螢幕 和做重新整理 現在我看到有觀眾想知道 關於工人動態管理系統 想問問王先生在疫情之下 如果地盤發現確診 或者懷疑個案的時候 可以怎樣協助 進行工風險人員的排查呢 謝謝主持人 這個問題都非常之好 其實我們面對疫情 剛才都介紹了 其實我們有一個管理的方法 叫做網國化的管理 什麼叫做網國化的管理呢 我們希望將管理的現場 分區分組 但這個管理 國安來說 其實是有難度的 但藉著這個Smart Smart Tech這件事 我們可以很快 譬如一個疑似的國安 我們很快可以寸查到 他當日工作的範圍 以及跟他一起工作的群組 將風險控制在一個比較小的範圍 這些都是一個精準防疫的要求 從而降低我們整個地盤 因為疫情而是提供的風險 所以這個其實幫助很大 所以我們整個項目 都沒有因為疫情 造成一個很嚴重的停工 另外見到有觀眾想知道 多少關於消防的事情 他就問到火警監控是採用了什麼技術 以及如何協助地盤去進行防火安全監控 火警監控其實我們這裏 都是首次採用了AI彈測煙火的技術 所以AI其實看下去是一個鏡頭 但是這個鏡頭就是24小時工作的 我們一般來說 其實很多火警都發生在晚上晚上的 沒有人的情況下 但是AI它是24小時工作的 它對這些煙是進行一個學習 如果是出現了一些煙的情況 它進行了分析之後 進行了預警和報警 這樣就可以令到我們第一時間知道 以及第一時間處理 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們基本上 都沒有發生很嚴重的火的情況 於時間所限 我就選擇多一條問題 去問問王先生 想問王先生 根據你們推行智慧工地的經驗 當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甚麼 以及你們會怎樣去解決 這個問題都非常好 其實自衛工地這件事 都是一個新的東西 其實我們推行過當時 都面對很多困難 最大的困難 其實大家都知道 一個文化的改變 是需要時間和需要堅持的 所以在當初的推行過程中 包括我們管理人員 包括很多工友 大家都覺得其實都很麻煩 去輸入很多資料 做很多設置 但是其實這件事 我們在過程中 工地有不斷的變化 又要做不斷的調整 我們其實都很希望 用這套東西 可以幫助我們 有些效果 提升一些效率 所以我覺得 第一 這些就是 我們又有這樣的決心 還有又有這樣的堅持 實際的經驗 告訴我們 其實雖然開始 萬事快逃了 是遇到困難 但是最終的結果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結果 所以這個一定會成為整個建築業 未來的一個趨勢 我相信 我們只有每一個地盤 每個人在這方面 大家集思廣義 做多些 一定可以形成一個很巨大的力量 來推動整個建築業 推動我們安全管理的整體提升 黃先生真的說得很好 多謝黃先生為我們的解答 和我們做分享 請先到台下就座 而接下來就有請中國土木工程 澳門有限公司 執行總經理 馮旭先生 為我們分享 智慧建造 助力提升建築安全生產 當中是會介紹到 奧騰四橋 澳門輕軌延伸環琴線 A1公屋項目 凡執行總經理 將會以普通話 和大家做分享 而下的時間 只要交際 鳳先生 你好 來自港澳兩地的 各位工程界的 各位領導專家 同仁 下午好 今天下午 我這個報告 總共是分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 介紹一下 目前智慧建造 這一塊工作的概況 第二部分 介紹 社會建造 在項目管理過程中的 一個通常的應用 那麼第三塊呢 結合我公司 在澳門正在實施的 三個項目 澳當第四跨海大橋項目 澳門輕軌延伸 橫極線項目 以及澳門的A區A公項目 介紹一下 社會建造的亮點 重點呢 突出一下 社會建造 在安全管理中的作用 第四部分呢 進行一個總結 與展望 那麼第一塊呢 智慧建造的概況 目前呢 我國的建筑環境呢 已經實現了跨業式的發展 那麼作為內地 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 同時呢 也作為港澳地區的支柱產業 那麼擁有數量龐大的從業人員 和大量的工程項目 使得我國呢 成為建造大國 這塊呢 取得的成績巨大 進入市場呢 因為呢 這個作業人員流動量大 安全意識淡漠 施工環境呢 這個作業複雜 那麼造成呢 會出現一定程度上的或多或少的 這種安全事故 那麼針對呢 這種情況 那麼應運而生呢 就是這個智慧建造 那麼隨著這個基礎設施的 這個建設的增速發展 智慧城市呢 這塊呢 正在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因而呢 作為智慧城市 在工程領域延伸的智慧建造呢 將直接授予我國智慧城市的發展 未來的發展前景呢 是非這個廣闊 那麼 其實什麼是智慧建造呢 這個簡言之呢 就是把我們在地盤實施的實體建筑 那麼通過數字化 把它實現一個 計算極端的虛擬建筑 形成一個虛實映射的數字嵐生 這就是我們所謂講的智慧建造 這個智慧建造的產生 對於施工行業來說 是智得飛躍 是吧 利用這個智慧建造 對我們的科學分析 科學決策 會提供支持 另外呢 工程的施工成本 將會得到有效的控制 施工管理的數字化水平更高 未來呢 這個智慧建造這塊呢 將會朝著更深度的數字化 信息化 智慧化的這個方向 就不斷的發展 那個下一步呢 這個大勢所趨 按照駐建部的十四五規劃的要求 到了2035年 那麼中國建造的核心競爭力 將達到世界領先的水平 邁入智慧建造世界強國的這個行列 所以說呢 這個智慧建造 是我們現在作為一個工程管理者來講 是必須要轉換的一個思路 轉換的一個頭腦 那麼根據目前的這個大趨勢 以及實際現場管理所面臨的這些問題呢 中土澳門公司依托這個自由知識產權 整合中國鐵建系統內的這個智慧建造的資源 依據這個IoT和AI等核心技術 是吧 為企業提供高效 協同精準 智能的數字化管控平台 另外在項目上這個依托BIM建造 及智慧工地的技術 實現的對項目一線信息的數字化採集 滿足項目的精細化管理的要求 那麼目前呢 中土澳門公司呢 在這個澳門現在 形成一整套這個完善體系的這個智慧建造系統呢 總共分呢是三個層級 那麼上面這個層級呢是企業級的層級 就在我公司總部有一個數據總的管控平台 那麼下面一個層級呢就是項目級 那麼在項目級呢 依托項目的這個計算機終端 有一個大的一個數據終端 另外呢有可以到哪個電腦上的這個數據終端 最後呢 因為我們現在在建的幾個項目的都是屬於特大型項目 項目下面的還分不同的標段 那麼在不同的標段上 采用智能采集數據填報這些方式 對項目的實施這個實實管理 第二大部分呢介紹一下這個智慧建造 現項目管理中的一些常規的這個應用 那麼第一塊呢我們先介紹一下 我們的這個智慧建造平台的這個系統平台的一個 一個數量导圖 那麼這個的核心呢就是智慧建造的系統平台 這個核心它總共呢有三大模块 這個第一大模塊呢就是我們常規的這個管理模塊 那麼為了實現我們項目管理的這個目標是吧 進度質量安全成本是吧 這個信息這個技術幾大塊的這個這個控制 那麼設置了管理模塊 另外一塊呢就是我們這個項目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智慧工地模塊 在這個模塊中呢這個我們針對這個項目管理的這個對象 人員機械物料方法環境系統 簡稱這個人機料法環幾個研究對象 對它呢各個對象的實行一個智慧化的一個管控 那麼第三大板塊呢就是我的智慧建造平台呢 依托這個BIM技術 對吧對我們的項目進行BIM建模 這個模型的集成方案的優化方案的模擬 最後呢實現一個項目的這個可視化焦底 這個BIM的全稱我想各位同仁應該非常清楚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這個Information的這個涵蓋呢是非常廣闊的這麼一個涵蓋 有了這套智慧建造系統平台 那麼可以實現項目的智慧化管扣 實現項目管理的可視化 另外呢參見的各方業主啊 這個顧問公司啊監理啊設計啊 施工單位啊可以來共同參與 下面介紹一下這個管理系統的一些具體的功能 第一塊呢是人員管理 這塊呢可以對人員進場管理 另外呢這個人員定位 這個實名制管理 這個前面呢這個王總的已經做了一個詳細的介紹 我在這呢就不做一個再深入的一個介紹 這個大同小異 這個其實呢就是在進場的時候 對工人呢進行一個自動化的一個登錄 然後呢這個安全帽上裝上芯片 利用我地盤的這個定位系統 我地盤內部的這個GPS系統 對他進行一個精準定位 第二塊呢是施工機械的管理 在這塊呢我們可以在主要設備上安裝這個感應片 安裝雲管家可以實現機械設備的實時定位 機械設備的狀態實時分析 台班自動統計 工作軌跡的回放 以及電子未來的考情 同時呢對機械的工作效率 來進行一個分析 下面幾張圖片呢 是我們正在這個奧蕩第四塊大橋施工呢 一個主要施工機械的圖片 但主要包括一些起雕設備和一些海上的這個船舶設備 第三塊呢是施工機械的常規設備的一些這個管控 比如說我們地盤常用的羽帶雕的這個監測 塔雕的監測以及龍門雕的監測 那麼各種傳感器在這個設備上這個裝好以後 是吧 綜合設備的并模型 是吧 綜合評估設備的安全運行能力 全面提升設備的安全管控能力 另外呢就是在現場呢 我們還可以就其他方面來進行全方位的監控 比如說這個A1項目正在實施呢 深極坑可以對極坑的各種測斜沉降位移水位 是吧水壓進行這個監測 另外呢這個我們這個每個項目都有存在大體積混凝土焦注的 可以在混凝土內部什麼埋射這個感應片溫度片 對混凝土的溫度進行監測 是吧另外呢對這個外部的環境空氣啊噪音啊水質啊 進行這個智慧化監測 第五方面呢是在這個各個地盤呢 我們安裝了很多實時的這個智能摄像頭 可以實施的監控施工現場的情況 通過AI算法對不安全的行為 可以進行這個發現 极其制止 是吧他沒有安全帽啊 他的反光衣沒有戴啊 可以做到實時的監測 通過設備的智能分析可以及時報警 第六塊呢這個 因為現在是介紹這個 智慧系統的一個全面管理系統 也順帶提一下這個進度管理 目前呢這個我們公司呢 採用這個4D Beam 採用這個計劃管理 也就是首先對這個工程項目的 進行這個建模 在實施的過程中 對完成的這個工序和未完成的工序 進行一個不同的顏色標識 同時呢 對針對我的原始計劃進行對比 這樣很方便清晰的可以展示出 我當前的工程的進度狀態 第七塊呢 進行這個質量管理 這個可以在我的這個智慧工地系統裡頭 這個避免我們常規的是吧 手動的這些檢查單啊 表格啊 簽字啊 完全可以在這個電腦中 在手機的這個中端APP 可以實現工序的這個卡控 是吧 業主間裡呢 可以進行這個檢測簽字 最後呢 如果發生問題呢 可以進行整改 每個整改通知在這個計算機端 達到這個閉合 這個是我們實地操作的一個 這個現場這個質量檢查的一個整改記錄 那麼 第八項呢 也就是今天我們一個重點 要提的一個安全管理這塊 安全管理這塊呢 同樣它的這個研究對象 也是人 機 料 法 環幾個方面 那麼 對這個 安全對象的管控 也通過這種智慧工地的方式 來進行這個全面的這個管控 一般的來講 我們可以實現安全巡檢 安全危險員的巡檢 記錄檢查 通過相關人員 是吧 智慧工地的有關這個安全 監測設備 像這個設備的監測呀 安全帽的定位呀 進行預警 並且呢 將檢查記錄 檢查圖片 上傳到雲平台 那麼進行這個整改 最後呢 達到一個這個閉合 這個是我們實際在操作中 旅行的一個安全檢查記錄 風險員管控的清單 以及最後完成的這個整改記錄單 那麼剛才呢 其實介紹了這個中土這塊的 智慧工地的一些常規的 這些我們質量安全是吧 這個進度的一些這個操作系統 那麼真正呢 這個利用我們這個智慧工地呢 我想呢 我們有一些這個高端的一些技術應用 主要呢是利用這個必用技術 那麼結合呢 我們澳當四橋 和輕軌延伸恆金線和A1公 來做一個這個介紹 第一個項目呢 是澳當第四跨海大橋項目 那這個項目呢 是連接澳門的新城A區到E區的 一條重要的這個大幹道 大橋的總長呢 是3.085公里 其中呢 跨海段是2.86公里 主橋呢是1370米 那麼這個項目呢 是面臨著這個海中的 不可預定的這個深基礎 地質條件 另外呢 這是在既有航道上 進行這個施工 另外呢 在橋的旁邊 是澳門的機場 還面臨著一個航空限高的施工 也就是前後左右上下 全都對我們的施工 進行了這個控制條件 這個項目呢 另外在這個硬鋼上 也使用了這個Q690 目前民建筑最高強度的 一種鋼的等級 面臨著很多這個困難 那麼根據這些困難呢 我們呢 等於說利用這個 這個數字建筑技術 這個提出了很多解決方案 那麼第一點呢 就是水中的大體積 低裝成臺的這個施工 那麼我們利用這個 這個數字建筆技術 對這個提出了兩個大的方案 一個呢 是雙臂鋼維艷方案 另外一個呢 是鋼板裝維艷方案的 進行這個施工方案的 這個受力分析 是吧造價對比 那麼最終是還是選擇了 鋼板裝維艷方案的這個施工 那麼第二個亮點呢 就是這個清淤和這個 航道改移 這個項目呢 是在這個航道的這個 正中心線正在這個施工 那麼這個地方呢 存在的這個 要不斷的改移航道 另外下面呢 要清淤 針對這一問題呢 我們是採用了基於這個 GPS和北斗的海床 地形這個掃海 周邊地形的傾斜攝影 以及呢這個 清淤範圍的3D建模等技術 對這個整個的我的 這個施工區域的海礦 進行了一個詳細的測量 保證了我這個 航道的安全 以及這個施工的安全 那麼第三塊呢 就這個項目呢 這個 是一個橋樑結構 這個項目呢 也面臨著這個大跨度 這個鋼箱樑的這個 吊樁是吧 這個運輸 這個等這個問題 那麼針對這一問題呢 這個我們呢 採用了這個 這個樹控機床 這個預製 機器人焊接 這個鋼結構呢 這個二維碼 信息管理 另外呢 最重要的一塊呢 對於這個 有施工不確定性的 這個最大的 1370米的跨度的 這個梁呢 有一個兩千 兩百噸浮雕的 一個數字 模擬安裝 在這塊呢 我們先把這個 這個構件的參數 浮雕的參數 輸入計算機 這塊呢 先預先進行一個 數字安裝 看看是不是能夠達到 安全安裝的條件 最後呢 再進行實體的這個安裝 中南點四呢 是這個這個項目呢 在A區呢 它是有一個互通 這個互交 立交 這個總共有四條 扎道 相當於是有三層的 立交橋 那麼這個解決方案呢 是我們把這個 這個周邊施工的 一些臨時工程 永久工程呢 進行這個施工的 這個BIM模擬 對這個現場的施工 進行一個 碰撞檢測 來呢 保證我的這個施工安全 能夠一次性 能夠這個調裝完畢 那麼第二個項目呢 介紹一下澳門輕軌 延伸橫線項目 那麼這個項目呢 是從這個 澳門的蕩仔 這個到這個珠海的 這個橫琴的 一段輕軌項目 這個項目的特點 是要建一座這個 管片外徑7.7米的 這個海底隧道 全線呢 長這個2.2公里 那麼這個項目呢 也是一個重要的 一個澳門的民生工程 它的建成之後 將實現澳門的 軌道交通 档載段的這個輕軌 和這個內地段的這個 軌道交通的一個 無縫連接 在這個項目呢 主要是實施這個 地下工程 這個項目中呢 我們主要是 運用了這個 燉購技術 對燉購呢 進行全程的 可視化監測 收集它的 吐壓 位移 推動力 油壓 是吧 鑄箱等數據 可以直觀了解 動購機的這個 運行狀況 保證這個 這個項目呢 我們特地呢 針對這個 這個跨海段 這個淤泥泰的 這個海向地貌 那麼對這個 海底的地框 進行了這個 全模擬的 地質這個建模 可以實現 動購施工的 可視化 以及動購施工的 前方的 地質预警 是吧 對我的這個機首啊 采取的施工措施 可以及時的 這個調整姿態 另外呢 我們在 澳門輕軌 延伸更近線 來利用這個 VR技術呢 做了一個現場的 安全模擬體驗區 可以呢 讓這個工人 這個工友呢 可以針對現場的 這個這個 實際的這個 安全場景 設置了20種的 不同的這個 事物場景 包括這個高處 墜落呀 這個火災逃生啊 讓這個工人兄弟呢 可以在現場 實際的模擬 那體驗一下 這個安全管理的 這個實施性 那麼第三個項目呢 就是澳門的A1公務項目 這是一個 房間項目 總共建築面積呢 十一萬五千平米 那麼這個項目呢 主要的難點 是有一個深基坑 我們在這個 深基坑呢 採用的是 自動化監測系統 對這個 水位呀 軸力呀 這個傾斜呀 完全進行 自動化監測 是吧 採用了聲光報警設施 可以呢 減少大量的這個 測量人力 保證呢 這個基坑的這個安全 另外呢 對這個塔雕 也進行了這個 智能監測 是吧 塔雕的防碰撞啊 重量傳感器啊 保證我這個 調運設備的 一個這個安全 那麼 第四塊呢 就是這個總結 前面呢 我們講了這個 目前是吧 建筑行業的一個發展趨勢 建筑行業呢 所面臨的一個問題 提出了我們這個 中途澳門公司 數字中心的 這麼一個 一體化的 這麼一個解決方案 是吧 通過企業級 項目級 標段級的 三級管理 來實現這個項目的 一個全方位的 全過程的一個 素質化管理 那麼 對於未來智慧建道的展望呢 我們提出了一些 這個設想 是吧 將來這個 工程建造的 將會朝著全方位的 智能施工方向的 這個發展 是吧 總共的有三個方面 從這個組織策畫方面 是吧 引入了施工專家 知識庫 是吧 施工技術方面 引入工程機器人 這個秘密技術 3D打印技術 是吧 綠色的裝配技術 另外呢 從項目的實施管控方面 是吧 實現了這個智慧工地 智能監測 以及呢 這個數字化的這個交付 那麼就我們今天的 這個安全的這個 主題來講 是吧 對於這個全方位的 這個安全管理 是吧 可以通過AI技術 保證這個 這個檢測到人的 什麼不安全狀態 那麼通過自動化技術 和5G通信技術 來檢測物的不安全狀態 那麼通過多方位的 這個傳感器 來感受這個環境的 這個感知 環境的不安全因素 另外呢 通過雲技術呢 來實現這個 信息的一個全面 這個共享 那麼最後呢 我們也是這個 希望呢 港澳地區可以 結合實際 逐步 是吧 分佈的這個 推進這個智慧 建造技術的實踐 不斷的提高工程技術的管理水平 實現呢 這個可持續的發展 是吧 順應目前的這個大勢 是吧 實現的這個 產品型態的升級 是吧 建造模式的升級 經營理念的升級 以及市場型態的升級 最後呢 可以實現我們整個 這個行業的升級 好 以上的匯報 就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鳳先生的分享 相信未來建造業可以 真的可以升級 希望 請鳳先生留一留步 因為接下來 就是這個問答的環節 大家 觀眾就可以點擊問答的視窗 不需要問題 向港者發問的 我會選擇幾條問題 請鳳先生解答大家 提提大家 用手機收體的朋友 可以滑動到視窗的下面 就會看到問答的位置 而網頁版的朋友 就會在視窗的右邊 看到問答位置 如果觀眾看不到 就可以嘗試退出 全螢幕 再重新整理 好了 已經看到有觀眾就問了 想問一下鳳先生 運用資訊化的智慧工地 去對施工現場 進行管理和這個模式 跟傳統的管理模式 有什麼優勢呢 這個問題我來做一個介紹 這個問題其實就是問答 就是我們現在智慧建造 它的真正好處是什麼 能給我們的建築產業 能夠到底帶來什麼 那麼我們傳統的這個 這個作業模式來講 主要是靠我們的人工 我們的工程師 我們的現場的管理人員 通過一些手動的 人工的一些機具設備 來對現場來進行這個管理 那麼現在呢 隨著這個計算機技術 隨著這個信息化技術的發展 我們可以把這些完全的 這個拋給機器 可以在現場呢 通過這個不同的這個傳感器 來搜集這些信息 通過這些什麼感應器 攝像頭 把現場的每個方位的 不留死角的所有的信息 能夠收集到我們的這個雲中端 那麼通過這個 AI的這種識別 AI的這種計算技術 來能夠提前的預知這個報警 它這樣的一個好處呢 可以大規模的減少我們現場的 這個管理人員的這個數量 另外一塊呢 可以提高這個安全的管理的這個全面性 這個不留死角 最終能夠達到我們的這個 安全管理是吧 項目管理的提升的這麼一個目的 另外呢 就看到也有觀眾就問另一條問題的 就提到 奧騰四橋的施工現場 就通常在海上面 澳門輕軌延伸環琴線 就 施工就多數在地下的 就想問人們 怎樣通過智慧工地 去實現對於海上面 或者是一些跨境隧道工程 人員的安全管控呢 這個在工地上的這個安全 這個人員的這個管理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 我們呢 正好這兩個項目呢 都是涉及到一個跨境施工的問題 這個奧騰四橋呢 它是在這個海域上來進行這個施工 那麼澳門輕軌延伸横移線呢 是跨境到這個兩側 它是在這個地下進行這個頓購施工 那麼針對呢這個安全管理這個難題 這個比較大的這個問題呢 我們呢 對這個人員管理這塊呢 主要呢 採用的這個這個數字化技術呢 第一塊呢 對每一個這個進場的人員 進行一個數字化的這個採集 把它個人信息直接採集 它的這個文件啊 直接錄入姓名是吧 個人信息錄入到我的這個這個雲平台 那麼呢 它進入施工現場之後呢 在這個安全帽上 這個進行這個芯片的這個定位 在現場呢 我們佈置了這個精度 能夠達到厘米級的這種定位的 這些標誌 那麼設置了很多呢 這個電錘籃 對工人呢 他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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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狀態啊 這些碰撞啊 這個休息啊 以及他的這個這個這個 帳位的高度啊 進行一個精準的 這麼一個這個數據採集 通過一些AA算法 我們來判定他的狀態是否這個安全 這樣的可以達到 有的時候你現場的巡檢員 不能夠完全能夠 入野來過識別的 通過這種素質化的技術 來對工人的這個安全 進行一個保證 進行一個管理 好了 似乎我們這些觀眾呢 就對於這個 智慧工地管理模式 相當有興趣 他是想啊 就是說這個智慧工地的這個管理系統呢 其實呢也他也是一個習慣 我們這個傳統的工地這個管理呢 可能通過這個很多的這個Paperwork 通過我們現場的一些很零散的這些 這個管理系統 是吧 你用這個Word啊 Excel啊 這個Project啊 這個P6啊 這些軟件來進行管理 那麼智慧工地系統呢 其實呢就是把這些 所有的軟件 進成了一個方便我們進行這個管理的 這麼一個集成 形成這麼一個數字化的 這麼一個管理平台 那麼在這個管理平台之後 之中呢 我們可以通過前端 現場的數據採集 讓它直接錄入到這個平台裡 那麼利用這個平台的一些 這個數字化 信息化智能化的一些計算 一些優勢 來能夠達到一些自動管理的模式 方便呢就是我們在終端的這個決策層 實行終端 也方便的我們管理對這個項目 實行一個實施的這個管控 它能夠讓我們這個整個項目的這個 管理的信息更加全面 管理的流程呢能夠更加順暢便解 謝謝 謝謝馮先生 我們解答這麼多問題 謝謝你 接下來五分鐘呢 就是這個小優時間的 我們五分鐘之後呢 就會繼續下半部分的研討會 那麼現在我們呢 就會在畫面上面 就會開始播放一些 港澳兩地的活動推廣 請收看 首先我們就會有這個 物業管理公司 推廣安全輕便工作台 合作先動計劃2.0 各位業務做離地工作 裝修工程的朋友 機會來了 只要參加這個計劃 裏面的受惠屋院 向這些受惠屋院 借用輕便工作台 即是梯台或功夫椅 去進行離地工作 除了贏到你的安全 現在還有機會贏取100元的現金獎 想知道哪裏有得者呢 可以scan畫面上的QR Code 查看一些受惠屋院名單 看看有沒有你們的份 一起贏 安心 還可以贏獎賞 抹動指限香港地區的朋友 接下來可以看到 2022年新推出的 職安建升級企業 墨幣空間安全認可計劃 這個計劃將會為一些機構 提供最高25000元的資助 給企業購買用於 密閉空間的安全設備 另外還提供免費的顧問服務 認證服務、訓練課程 以及可以登記在升級明察上 想了解更多詳情 就快點scan畫面上的QR Code 留意計劃只限於香港地區的朋友 接下來 職安局跟勞工處合作 推出了職安建升級企業 裝修及維修業安全認可計劃 透過安全訓練、顧問服務、設備資助 幫助企業實施安全管理制度 提升職安建表現 通過職安局香港安建認證計劃 嚴格的審核之後 可以成為升級企業 想了解更多詳情 就快點scan畫面上的QR Code 為了給保安員和建造業前線員高 及早認識心腦血管病的相關風險 鼓勵他們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職安局和勞工處合辦了護心計劃 機構簽署了護心約章 就可以獲得多項的免費項目 例如是到會式的健康風險評估 優先參加減肥班 還有資助 用優惠價150元 就可以買到健康評估儀器套裝 想了解更多詳情 就快點scan畫面上的QR Code 留意計劃只限於香港地區的朋友 澳門方面 澳門勞工局近年持續推展職安建線上教學 讓市民大眾可以不受時間或地點限制 隨時學習工作安全知識 而在今年11月推出建築業職安卡網上學習課程 根據澳門的相關法律 所有在建築工地或工程地點參與施工的人士 都必須持有有效的建築業職安卡 退出建築業職安卡網上學習課程 有助從業員隨時隨地透過智能手機或電腦自主學習 網上課程結合豐富的圖片、短片、動畫、遊戲 還有意外個案探討 提高學習的樂趣和投入感 而今年澳門勞工局 都繼續和多個政府公務部門、商會、社團和專業團體 合辦2022年建築業安全施工獎勵計劃 業界反應都很熱烈 多個工程項目參賽 去競逐八個組別的獎項 為了表揚和嘉許 表現良好的成造商、分判商、安全管理人員和工友 澳門勞工局將會在12月 舉行分享會期頒獎典禮 對各個得獎者頒發獎項 而部分得獎者將會在會上分享他的施工安全和管理經驗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留意 以上的活動只限於澳門的朋友 來到最後就有澳門勞工局設有的職安建專題網頁 職安建天地 歡迎大家瀏覽 接下來就是小優時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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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做Cross-Billing这单项目的时候 使用到这些施工技术 我今天讲的题目叫做DFMA和Construction of the Prefabricated Modulus 另外也可以讲讲我们在这单项目的过程中对Design for Safety的考虑 首先介绍一下这单项目 这单项目主要是连接江湖86区和兴建中的江南隧道 第一条海上跨湾连接路 它的总长度是1.8公里 其中包括一公里左右的海上高架橋 我们的中国路桥主要就是这一部分 这条桥是一公里长的 包括有条行人路、单车路 还有双行车的四条链的行车路 香港也是第一条同时拥有单车权和行人路的桥 我们在2018年7月份开工 目标是更临座员通车 这张照片是我们应该在6月份前后拍的一张照片 现在都完全不同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条桥主要是包括最中间一条港桥 我们叫蝴蝶拱 它的跨境是200米长 接着两边分别有两个Side span 跨道是100米 再之后东边和西边是有一些Approach span 就是一些我们叫做预映里康领土得良 Bicast box girder 那个长度分别是 特别的长度是75米长 另外在向西边那边 现在都有一个Jungor Interchange 那边我们也做了一段 那边就是用一些Picastus Salmon的桥 是传统的方法来做一个兴建 那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非常荣幸 本身这件事都有很多特点 都开创了很多的第一 比如说首先这条拱桥 我们叫蝴蝶拱 它本身是外清的一条拱桥 两条Archrip 而且这两条Archrip 就很特别的 它是用一个S690的高强缸生产的 总共用了4500吨 这个真的是全世界第一次 可以更加大范围地使用高强缸 做这个缸结构的桥梁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我们整个拱桥 第一次用了一个Prefabrication的方法 就是厂外 我们在江苏上南通市 做一个製作和组装 接着就是整个东西 等一返回来香港 是现场做一个安装 用一个Full Over的方法 总共的重量是有12000吨 这个都是我们全中国 都是第一次用这个方法 装一条桥 第三件事 就是我们所有 刚才说的Approach Bridge 那些Sosikio的Picasso Box Girdle 我们是用一个Full Span的Lifting来安装 本身这些Box Girdle 它的Span的Size 刚才说是75m 每一条都平均有2500吨重 最重那一条达到3300吨 这个重量其实都是最重 全中国的一个纪录 这个香港都是第一次做的 另外就是刚才说的TQI那边 那边的Picasso Box Girdle 我们都用了一种新的方法 就和以前的方法不同了 都是在厂里面 用一个传销的方法 将所有的Size 变成一个Full Span 在现场做一个Full Span的Lifting 这项目真的有很多特点 我们做这项目 其实都面对刚才那些第一 我们都面对了很多的挑战 各方面包括全部都是海上做事 刚才那200米的Arts 大家可以看到右手边这张图 是一个Outwardly Inclined Arts Rift 另外就是690高强钢的一个烧衔 因为这个高强钢 它为什么用的人少 因为本身在烧衔的过程中 都有很多技术问题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挑战 另外就是刚才说的 很多这些超大型的扣件 如何制作 如何运输 以及到现场如何安装 这些都是挑战 另外就是本身是中国这一带做事 我们都要面对很严格的环保 海上交通 安全 草烟控制 这些要求 最后一件事就是这几年 过去几年的疫情的爆发 还有地盘工人手不做这些问题 对我们来说都是这些挑战 那面对这么多问题 我们要确实完成这项项目 就要考虑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那我们就用几个方向 第一就是最早期的时候 要做一个很好的计划 第二就是Design for Safety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个主题 另外就是现在用到 现在大家都比较常见到这些新的技术 DFMA 和 Prefabrication 另外就是数码化 还有尽量减少海上作业的工作量 尽量将所有的风险降到最低 这是我们最开始定到的策略 做一件事 好 接下来 接下来我就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 我们在施工过程中用到的这些技术 分别讲Power Cap和Peer Substructure 以及Congrate Bridge的superstructure 和另外最后的铁桥的安装 首先是那个Power Cap 这里的Power Cap就有一个特点 它本身的顶部 平水比平均水平均水平均平均水平均面的水位 那边能更多铁桥 下面的层柱和平均流均面有一种铁桥 我们做这件事 就是利用它刚才的特点 它的顶部层平均层平均比海水平均高 另外我们也有些加勾姆的部层局 所以用這兩個特定可以用這個Picast shell的方法來做這個power cap 這個原理就是我們首先是做完裝置之後 另外做了一個power pipe的 comfort dam 在左手邊下面的褲箱 這樣我們就可以在這些casing上裝了一些bracket 用來支撐住本身這個Picast shell 另外這個bracket做完之後 我們裝了一些gasket用來防水 之後就將我們在魚仔場做完這些 本身這一大狗的Picast shell 就這樣慢慢地掉下去這條裝柱上邊 之後就可以抽點水 可以提供一個乾爽的環境 可以給工人在裡面擲鐵落石石 做這個power cap 所以通過這個方法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已經將海上作業的工作量感化到最低 如果跟傳統的方法比較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這張照片是一個傳統的方法 通常是要海上邊打雜板做圍營 做那些 comfort dam 接著再抽點水 給工人下去作業 假如遇到那些雜板流水的時候 就可能需要安排人在水底做消滑 所以你看到如果真的有人在水底消滑 風險本身都高了 另外如果有一個大舊的海上的空間 如果被船撞到或者打風的時候 風險都會高很多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方法解決這幾個問題 第二件事就是我們做 Construction V-peer的方法 這裡我放了兩組照片 上邊那組是以前用傳統的方法 來做那個peer的方法 就是casting sit 來現場落石石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我要在海上邊打海裝 做一個能使的支撐台 要打很多能使架 另外我也要安排很多船 去海上邊落石石 所以如果真的有些時候 遇到大風大浪的時候 其實那個風車都很難控制 這些問題是現場落石石 去帶來的風險 我們這次就將它變成一個Picastor Pier 下面那兩張照片 就是我們在魚塞廠製造這個Picastor Pier 時候的情況 首先我全部都是在碼頭 在那個岸上邊做生產 那些胎架、冷視架、支撐架 我們都可以重複利用 所以都可以做得很精細一點 更加考慮到工人做事的時候 方便 儘量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 給他們做事 所以那個生產的質量 都可以得到良好的保證 那我們怎樣將這個形式做的Pier 轉了一個Picastor Pier 首先我們做了幾樣東西 第一,就原先是一個實生的一個section 我們將它轉了一個空生的 當然就可以大大減輕 本身這個Pier的重量 第二樣東西 我們利用剛才的Power Cap 連接的時候 分兩陣的實施 第一陣的實施 主要是提供支撐 然後第二陣的實施 就是提供一個連接 將整個Pier 和下面的Power Cap 做一個Rigid Connection 右下邊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模型 我們用一些能使的支撐 頂住這個Pier 然後工人進去做一些快速的connection 鎖住這個Pier 之後就可以開始避震 Power Cap的實施的準備工作 好處呢 第一,我們真的大量減少了 大大減少了地盤工作的工作量 所以對環境的保護 會大大改善很多 第二樣東西 我們整個PierCast 靠近是預製成員神 我們可以提供到非常好的工作平台給工人 所以工人的工作質量 本身這個Pier的質素 都會得到很好的保證 這幾張照片 就是我們在地盤安裝的一個簡單的程序 首先這些Pier 倒了地盤之後 我們會用一些大圓的吊床 將它拿起了 然後就會慢慢通過它的Power Cap頂 第三張Step 3 就可以看到一些地盤的快速 這些連接的技術 很快就可以把這塊鎖住 之後就工人開始地盤實施的摘鐵 和浪迈實施 大家可以看到左邊的那幅相 是我們預製成員的圖 其實都可以看到我們在這裡擺了五條鎮 其實這個預製成員都不是很大 所以那是對我們來說 真正的困難的不是 如何生產這些超大圓的櫃 是如何在一個預製廠 做一些轉運、速運 包括做完之後 以速運的安排 這個是最困難的 那我們就 都想了一些方法 就用這個SPMT 來做一個運輸 這個SPMT 所以這些平板車 其實我們現在是很多時候 那些大圓固件的運輸 都有用到 它最大的一個特點 就是所有這些軸 多條軸 都可以平均分配 它承擔到那個loading 另外遇到那些不平的地面 它都可以做一個自動的調整 所以就變成大大可以減輕 對預製廠的 baring complexity的要求 如果跟傳統的方法 我們如果要做一個預製景 我們首先要 可能要對整個預製廠的地基 要做一個加股 另外也要提供一些gantry crane 來將整條糧調整 所以如果真的 我們這單項目 就剛才說了 最重的那條糧 3300噸重 如果真的用這些方法做 不單是成本的問題 對整個工期 對預製廠的要求 都是大大提高很多 所以用這個方法 就解決了這些問題 當然我們在運輸的時候 都考慮過 如何控制整條糧的安全 我們都要實施了 監控本身這條糧的變形 的情況 以及整個支撐的水平的情況 保證整條糧的安全 到地盤安裝 就用Full Spender Lifting的方法 在這裡 我們一早就已經想過 如何做這條Lifting Frame 黃色那兩塊 我們叫做筷子 因為18條糧 長度和幅度都不同 所以我們在自介的時候 就要想一下 如何可以調整 本身這個Lifting Frame的組合 可以滿足到 適應 所有這18條糧的吊裝 這裡都用了很多高強缸 還有 都有一些吊繩 都是特別定制的 保證這些 滿足這些要求 安裝的時候 好了 用了兩條超大型的吊船 分別是有四千噸和五千噸的 Lifting Compacity 這兩隻船真的很大 當時在地盤 大家可以在網上 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影片 很多無人機 每天在上面飛 因為真的很琢磨 本身的高度都超過150米 長度都超過100米 所以擺在將關我的時候 就很醒目 我們在安裝這條糧的時候 因為那是重年的求景 所以每一次都是 當第一次去面對它 每次我們都要開會 開會的時候 大家都要聰明一下 今天安裝那條糧 那個位置 有什麼特點 每個人的分工是怎樣 最後我們都要確認 整個安裝過程中的 大家的一個 溝通的一個渠道 因為本身安裝 很多人都要在營餐 然後大家看到的東西 可能都是其中一部分 你看看75米長一條糧 我們每個人可能都 好像一個亡人魔獎 這樣的情況 看到其中一部分 所以要通過不停的溝通 來確認每一個位置 都是可以的 可以繼續進行這個動作 所以我們就包括那些 吊船的船長 我們運輸船的船長 我們現場安裝人員 車輛人員 包括我們所有的家寶 其他工作人員 都會要各人 一個溝通的通道 就保證到正確的信息 在一個正確的時間 準備正確的人 正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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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的考慮 另外我們在地盤範圍 就是劃定了一些致命區 危險區 以及每個人都要貼一個color code 一定要讓大家 每個人在工作的人 清楚知道自己的責任 以及什麼時候才可以 進入那個危險區工作 接下來是TQ 我們TQ 就用Floor的方法做一個安裝 它總共的重量是12000噸 我們差不多用了四個鐘 就將這條橋安裝到位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三步行 這個主要是利用 本身潮水的長落 和這條安裝船的條壓 做一個能力 進行一個安裝 在安裝之前 我們都用一些beam的方法 做一個施工的一個simulation 就跟大家做一個briefing 以及磨擬整個安裝的過程 是否一定足夠安全 這條橋 剛才說的 我們安裝用了四個鐘 但實際上 我們生產製作和總拼 就差不多用了20個月 如果這些在地盤範圍搞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困難 難度是非常之大 全部都在海上 所以我們是一個難通 魚仔廠做了這個鐵橋 製作的過程中 我們都用了很多機械人的消限 或者690剛才說了 要做一些pre-hitting 那些措施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廠裏面 它是有一個封閉的workshop 所以那個生產製作的情況 受天氣的影響就少很多 還有大家可以看到 左手邊下面的副箱 是一個art strip 我們已經在魚細廠 將本身將來 有一部警察車的一個軌道 都已經在魚莊上去 就盡量將所有可以在魚細廠範圍做的東西 全部作用 減少在地盤的一個工作量 這個是總編的時候的想 首先都是一人 其實我們先將那個steel deck 做一個總編 之後再將art strip 逐漸逐漸擺下去 art strip 我們都在地盤 用盡量將它拆了三個大的segment 跟著做一個總編 右邊的副箱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地盤 在魚細廠消限的時候 都要裝一些雨水棚 要保證消限的時候 那個濕度 溫度 風 環境的情況 是可以滿足消限的要求 所以如果在地盤做這些東西 就可以非常困難 而且難度會增加很多 運輸就是 魚細廠在南通過來香港 差不多要1600公里 要行8日時間 我們用這條船 叫做鎮半清一 它是一個半清船 本身可以存在2萬1千噸的重量 在這個運輸裡面 我們最關鍵的一樣東西 就是怎樣去設計 保證海上運輸的安全 這裡我們就特別設計了 一些海上運輸的segment 應該要选用的System 包括一些打網的 垂置一些State cable 另外有幾個Wethrast 就將一條Arch-Rib的loading 存在整個Steel Deck 然後再有Steel Deck 存在下面Temperate Support Tower 這個系統將整個橋的重量傳到這條運輸船 在設計的時候我們要考慮很多因素 首先海上運輸時的撈影 包括風、浪、船本身的加速度等等 另外就是地盤怎樣可以拆走它 因為我們裝完之後 放上去之後就有一個支撐體系的轉變 所以要快速地拆走它 另外就是一些Axcess位 方便我們工人可以上上路路這些Temporary Works 來做一個拆走的動作 這裡有一個簡單的比較 就是這條橋是廣西南陵 它都有一條類似的橋 它的跨度是300米 但它那時候就用這些延長組裝的方法來做 cable hosting 的方法 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對於通行的影響 在安裝時候的時間的長度 還有地盤對環境和質素的控制 我們CBL的方法都比它好 也要給大家參考 最後就想講講我們對Design for Safety的理解 其實我都覺得對於Design for Safety 它作為風險控制的其中一個部分 其實都是一個PTC的循環 是一個持續改善的過程 首先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大家 包括我們前進員工 或者所有的工程師 首先都要記住一件事 安全提供這件事 另外就可能譬如我們現在在香港 政府都有很多關於Health and Safety的策略 一些指導文件 另外就是最開始的時候 一定要Design和我們Construction Team 有一個很好的Coordination 和Collaboration 另外就是用一些新的技術 去減低或者消除整個施工過程中的風險 我講到真的這麼多 最後我都知道現在 在安排下個月 應該是市標去做一個幫忙行 希望到時可以見到大家 我講到這裡 謝謝 謝謝 謝謝劉先生的分享 請劉先生留下留步 因為接下來就是問答環節 各位觀眾可以點擊問答 輸入問題向港者發問家 我已經見到有觀眾 迫不及待 已經想問多一點關於Design for Safety 她說想問一問劉先生 安全設計是怎樣改善工地的安全呢 好 安全設計是Design for Safety 其實我覺得它也是 剛才提到的 是一個風險窮制的其中一個部分 很重要的部分 通過安全設計 我們是最初的時候 第一件事 我們要塞備所有可能遇到的風險 然後大家一起去想通過一些方法 儘量減少 儘量避免那些可以避免的風險 減少那些不可以避免的風險 通過大家 所有的參與者 各自都真正清楚自己的責任 一起努力減少這些風險 另外有觀眾提到 留意到剛才演講 比較後半段 有提到浮托安裝的鐵橋 她又想問一問 有沒有一些環境的限制 和可否應用在其他的海事工程上 好的 好 多謝這位朋友 其實海上浮托這個方法 不是什麼新的方法 在以前海上那些平台 西洋平台 都有用這個方法做一個安裝 這次我們是 將它用到一個橋上邊 當然了都有一些限制 比如說那些海水的情況 海浪的情況 是不是可以滿足到 在整個安裝過程中 它需要穩定性 還有是否有一個比較黑實的船 安裝這個結構模 另外本身這個結構 它是否適合用這個負多法做一個安裝 這個可能需要介紹 比如說我們如果簡單講 好像我們這項項目 那些剛結構可以用這個方法 但那些實施橋就不行了 這是本身結構的受力 有些問題 所以就一定是有些角限性 要逐個逐個看 多謝劉先生說我們解答這麼多問題 請先到台下就座 而接下來就有請中國建築工程 澳門有限公司工程部 安全及環保經理張志康先生 以及高級安全主任林友文先生 他們將會分享全面提升建築業界安全管理 至於智慧工地C-Smart系統應用 好 香港和澳門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張志康 我旁邊的朋友 就是我們的同事 就是林友文 今天我們兩個 就是負責講解我們今天 我們C-Smart的智慧工地 首先 在智慧工地上面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智慧工地究竟是什麼 大家看看我們現在的螢光幕 你看到我們 在平常的智慧工地裡面 最主要就是降低管理的成本 進一步釋放我們人的軍產能 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們實現一件事 就是根據我們的數據化 可視化 和動態化展示的模式 令我們團隊進行部署 和決策方面 就可以消除過往的盲點 另一件事 就是我們希望達到一件事 就是在我們的建築行業裡 注入一個新的活力 將我們的建築行業 更多的一個複合人的人才 你說了 講了這麼多東西 其實在我們智慧工地上 是不是一個很好的科技呢 我現在以後來 我會和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我主要會講解 分別講解三部份 第一個就是關於C-Smart 為什麼叫做C-Smart呢 第二個我們會講回 我們平常在澳門公司這邊 安全的應用 在第三部份 就交給我另一位同事 就講解回 在前線的操作應用 是怎樣做法 我們又看看另一張圖 大家在面前看到的 就是我們現在 在我們平常手機版的 C-Smart智慧工地系統 為什麼叫做C-Smart呢 C是因為中國建築 另外的Smart 就是代表智慧的意思 在另一張圖 大家看看現在 你們的螢光幕上 會看到這張圖 我相信各位 應該對這張圖 就不會陌生的了 因為這張圖 究竟是什麼呢 就是平常我們建築行業裡 介紹我們自己的地盤裡 究竟有些新產品 很多時候就靠這張圖 去介紹的 我們在澳門公司裡 整個C-Smart的智慧工地系統 這些大部份我們都在用 這些大部份我們都在用 我們再看看 咦 為什麼你們會看到 為什麼我會著名 一個叫做 同一個平台 三個終端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集團 找了一個 專門給我們 一個設計的團隊 他就幫我們開發了 C-Smart的智慧工地系統 這些是貼身的 是幫助澳門公司的 那 我主要現在講一下 究竟什麼叫三個終端呢 第一個 我們的客戶 很主要就是關於 集團和公司的領導 第二個 客戶 就是我們地盤的管理人員 第三個 就是我們平時的 分包商 或者我們前線的管理人員 我們就有三個終端 他們會利用什麼呢 在我們平時的大的螢光幕 在電腦的畫面 以及手機板 還有一個操控的 那麼 平時我們在用一個 在手機板裡面 你會發現什麼呢 現在我們隨時可以 在三個平台上 同一時間用 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還有 在我們現在C-Smart的系統裡面 包括了有六大業務 質安環 人力管理 在機械管理的方面 還有一個就是關於進度的方面 那麼我們又去看看另一個 那麼今天呢 其實我會在我們現在的C-Smart系統裡面 揀選了六個範疇出來 介紹給大家的 那麼這六個範疇 很多時候我們在地盤裡面 在我們的大型項目上面都用緊的了 那麼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螢光幕 在另一章裡面 你會看到一個叫做 防疫管理的系統 大家現在看看 那麼這個系統裡面 你會看到 看到操作 大家可以看到嗎 在黃色字 大家可以看一看畫面 凡是看到在我的PPD裡面 有黃色字 也有些影片給大家看的 那麼你看到現在一個 防疫管理的措施是什麼呢 那麼我們最主要就是 首先我們平時看到的 用開的人力管理的系統 只是能夠統計我們平時的 開工人數 或者是速入集的人數 但是在過往我們這三年裡面的 疫情之下 在我們公司裡面的 對於防疫方面的部署 其實是不足夠的 那麼所以我們為了這個問題裡面 我們的研發隊伍 就做了這個現在你看到的 防疫管理的系統 那麼包括什麼呢 我們透過手機板 每個師傅 會將他們每天的健康狀況 他們的健康碼 還有他們每天 究竟這一年裡面 打了疫苗沒有 那麼他們會在背後 進行一個統計 那麼我們拿到數據資料之後 就是讓我們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考慮一下 究竟我們日後如何做一個 綜合性防疫的措施 那麼這個系統 對於我們剛剛過往這三年裡面 效果都是不錯的 好了 我們又去介紹另一個 大家在面前看到的就是一個 叫勞務系統 那麼大家做安全都很清楚 那麼 除了我們平時做一些職安 的培訓紀錄 很多時候可以做一些輸入 除此之外 我們在我們澳門地區 有一個特色 可能跟香港地區有一點不同 就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平時我們有些 我們在澳門地區的外僱人士 那些工友 他們出糧是靠我們的大盤 負責去一起做資深的 那麼防止是什麼呢 防止一些勞資糾紛 那麼這個系統其實背後 是非常非常之繁複 那麼集團就幫了我們 設計了這個系統裡面 就令到我們的勞務主任 能夠在考勤方面 或者人員的流動管理方面的難題 全部可以一一解決 令到我們提升公司的管理水準 以及效率 我們又到看看另一章 那麼大家在現場看到 黃色那個現在開始會看到 有一個叫做我們叫鷹眼 那麼這個鷹眼系統呢 其實有什麼特別呢 大家可以看到了 現在在我們針對性 在我們的結構階段 或者在我們做摩牆的安裝階段 我們都會安裝一個叫做鷹眼系統 那麼這個鷹眼系統 現在你看到這個操控 其實是在我們公司的層面 坐在寫字樓上 看看現在的項目 究竟安全表現做得如何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算得很近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的項目 是要用三十輛的光速 所以你看到可以放大和放小 那麼另外 如果我們看到一些違規的情況 我們可以直接拍一張照 然後就發給地盤 立刻做到一個整改的功能 那麼我們又到另一項了 那麼在另一項裡面 你會看到一個叫做CCTV系統 那麼其實跟我們剛剛三位的講者也有說 那麼在我們其實 差不多每一個項目的智慧工地 我們都會用到的 那麼我們現在也都透過這個CCTV 這個系統裡面 我們將所有的視像 都放在我們平時的手機板上面 讓我們的管理人員 即時可以作出一個修行的 好 我們又去另一章 那麼剛剛講完頭三個 那麼現在我也講了另外的三個給大家聽聽 那麼第一個呢 這個今天重大危險員 究竟是什麼來的呢 那麼大家現在看到的 在另一個中有四張圖 在另一章裡面 那麼這個本身在澳門公司裡面 總共有二十四個高維工作的清單 那麼我們列入了高維清單二十四個之後 究竟做什麼呢 我們是要求每一個高維清單 都是有一個叫旁站的人員 負責在旁邊做一個安全的監督 那麼但是 我們是身為一個公司層面的 我們怎麼知道他有沒有做 究竟他今天這個地盤裡面 做了多少事情 有多少高維工序 我們怎麼知道 那麼所以我們現在呢 你見到我們現在 在你面前有三張圖 就是我在手機板裡面 截了一個圖出來的 我們有什麼特別的要求呢 在每天的上班的時間 我們要求安全部或者前線的管理人員 就將他當日的危險員 進行一個登記一個輸入 輸入了之後 我們一定要經過老總那方面 做個審批 為什麼這樣做呢 是因為我要告訴所有前線的管理人員 今天究竟有什麼高維工序 除此之外 我們也有一個要求就是 人人都是安全員 不僅是安全員 只是安全員 而我們所有前線的管理人員 所有的工程師 所有的工程師 每一個區域 他們都要去跟進 那麼 除了你看到這張圖裡面 我們大家看看另一張圖 在另一張圖 你會看到有兩張圖 那兩張圖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個 剛才我們會將我們平時所說的高維工序 會在我們剛才所說的C-Smart 那個高維工序的系統裡面 進行一個登記 大家可以看到白色白的那塊是什麼呢 就是在現場展示出來 告訴工友 你今天我們這一個項目 究竟有什麼高維工序 還有呢 會在這裡寫明 證明今天究竟有什麼 有哪一位旁站員 是負責那部分的安全監督 另一張呢 就是在我們的C-Smart C-Smart系統裡面 截圖出來給大家看的 那麼這張圖上面 就是剛才是 反映了和白板的資料 一個信息 大致上都是一模一樣的 好了 好了 我們又說另一個系統 大家看到的 我相信其實在每一間公司 都會用到 關於一個叫機械管理 大家會看到 在營光網裡面 有手機板那個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C-Smart系統 剛才我都說過 我們有三個端的 其實一個就是手機板的端 我們所有入場的機械 我們都會給他一個GPS 因為GPS在做什麼呢 除了做一個定位之外 除了做一個定位之外 我們也會根據 在這對盆的資料裡面 點一點選那個機械 我們可以看到 究竟地盆 究竟設備的數量有多少 還有它的型號 還有一件事 它的分佈情況 我相信其實這個系統 我相信在桶木工程的單位上 會再去發揮 會更加更好 我們現在在樓廠裡面 多數都是用瓦尼機 天程 工人籠 開市機 或者一些吊機 這是一件事 我們針對在機械方面 我們會做一個維修的計劃 在我們智慧工地系統裡 的維修計劃 我們如何做法 我們為了標準化 我們在每一個環節裡面 每一個環節上面 都會進行一個追蹤 告訴我們時間表 究竟那部機器 是何時去檢驗 和何時有結果出來 所有的資料 都會在智慧系統上 一一通知我們 接著我再說另一個 大家看到在前面的 就是今天我覺得 這是一個重點的環節 那這是什麼呢 其實這是一個 配合BIM的裝備式系統 在我們澳門地區 和現在我們澳門公司 都有管理在我們國內的項目 我們現在有些預製件 在預製件出廠的時候 我們怎知道樓進度的變化 究竟是何時出廠 來到我們公司 來到地盤 我們在流出廠裡面 都有一個二維碼 或者RFID 做一個登記 它每次在流出廠裡面 整個流程 包括每一個生產 檢驗 運輸 收貨 和安裝的環節裡面 全部都會逐一登記 我們在採寫自由 或者地逢那方面 會怎樣呢 就會利用智慧工地的系統 我們可以直接 全面去監督整個流程 我們去看看另一張圖 大家會看到 現在這張圖 就是C-Smart系統 在工廠方面 全面監督的情況 剛才所說的 生產、驗收、發貨 整個流程 我們全部都是做到全面監控 做到可以提升管理的效率 我們又到另一張圖 剛才所說的 主要是針對在工廠方面 去到地盤的現場 我們究竟又怎樣做呢 大家可以看到 一個叫收貨視頻 和一個安裝視頻 究竟是怎樣呢 我們所有預製件送貨 送到在對盤的現場 我們便會針對 材料員 拿一句二維碼 和RFID 進行登記 數一數 數完之後 將所有的訊息 輸入到智慧工地系統 智慧工地系統 智慧工地系統 能夠把所有裡面的資料 統籌了 統籌了 令整個流程 剛才所說的 都是全面監控 但這次是屬於地盤的層面 屬於地盤層面 我們又去看看另一張圖 你發覺這張圖 是怎樣呢 大家看看 你現在看到一個類似 是不是全部都看透了 其實這個剛才就是 引用了BIM的技術 通過數碼和RFID 對購件的實際情況 進行實時更新 大家可以看到 全部是穿透性 所以整個結構 全部都看穿透了 OK 今天我們在這個環節 暫時我會結束了 我會交給另一位同事 接著我會由我介紹 在我們澳門地區 Sysmark系統 在前線應用 我們下一張PT 在前線應用方面 我先介紹一下 我們在開發前線應用的一個思路 我們澳門地區 在開始開發的時候 我們向地盤收集了不同的意見 收集回來的意見之後 我們會和開發團隊 進行一個開會 就著這些意見的實用性 以及是否實施到的好行性 進行一個討論 最終才會進行一個開發 在開發過程中 我們總結了三點的開發思路 第一個就是無紙化 無紙化的意思就是 將我們在地盤的一系列的管理制度 將它進入一個無紙化的管理 提高效率之餘 亦可以減少市場方面的浪費 第二點就是減少數據的重複輸入 我們希望可以只輸入一次資料 就可以自動申請各種的文件 或者是統計圖表、圖種表等等 從而增加我們的管理效率 減少人力的浪費 第三點就是我們希望 直上CSMART系統有效地開發 資料的追索能力 希望將資料全部可以好好地整合 追索回各種資料的情況 我以下來介紹的系統 都會有這些特點 第一個就是安全檢查系統 在地盤裏面 安全檢查是一個非常關鍵的環節 大家可以看到左邊 左邊就是由一個管理人員 利用手機進行檢查 將所有資料 上載到我們手機的CSMART系統 之後發出通知 然後中間的圖就是整據人員 整據完之後 將整改的資料進行回覆 最後管理人員也會利用手機 進行回覆 整個流程這樣就完了 在這個流程之中最關鍵的一個環節 就是利用手機 在我們傳統來說 我們一般來說 就會利用電腦去進行一個發放 安全整改報告的一個形式 這個缺點就是我們在地盤裏面 有很多人未必會有電腦 或者是不太熟悉電腦 而手機的使用比較普遍 如果我用手機的話 有大量人員就可以一起參與 我們整個安全檢查 和安全回覆的一個工作 從而增加了整個地盤的一個 安全檢查的一個管理效率 好,我們再用下一張PVD 然後呢,當這些安全檢查的資料 到後台之後 就會申請了我左邊的一個安全檢查報告 由中間的幅圖 就是我們後台的一個 安全整改資料 當我們需要查閱相關的安全整改資料 或者是某一項安全整改的情況 究竟有沒有整改 都可以在後台進行一個篩選 或者是一個查閱 而手機就是一系列的 安全整改或者隱患的統計圖表 包括了排應圖 自線圖 魚形圖等等 這樣就可以當我們需要編制這些圖表的時候 我們可以直接在後台下載我們了 減少了要編制這些圖表的一些人 好,我們去IQET 然後第二個系統就是叫危險作業系統 什麼叫危險作業系統 其實就是我們說澳地區的所謂的許可證系統 我們將一系列的許可證 包括了熱工序許可證 密閉空間許可證 進入橋梯井工作許可證等等 這一系列的許可證 進入一個無止化機的審批 左手機就是申請危險作業的一個介面 當進行危險作業之前 工作人員就需要利用手機 進行危險作業申請 填上相關的檢查表 提出申請 我們的一個審批人員 也會用手機進行審批 過程之中 我們如何去確定 我們進行檢查的時候 如何去確定這個工序 究竟有沒有進行審批 收工時一樣 我們都需要進行一個收工申請 最後一個收工審批 以此整個流程就完結了 最終就會去到我們中間的枝图 和右手邊的枝图 就是後台的資料 就會去到後台 當我們想知道一些危險作業的情況 或者資料 或者審批狀況 都可以在後台進行檢查 由左手邊就是我們申請了一個危險作業文件 如果我們需要留下一些相關的文件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在上面進行不下載 好,我們下去看 第三個系統就是安全驗收系統 另外公司對有一系列的安全措施 都需要進行驗收 包括了臨時遺欄、臨時電梯門 以及危險動員的覆蓋等等 這些關鍵措施都需要進行一個安全執領的驗收 左手邊的第一幅圖就是我們申請安全驗收的一個介面 當我們一個安全措施的安裝人員 需要進行安裝完成之後 我們就會進行一個安全驗收申請 驗收人員就會藉著手機進行一個確認 整個過程都是無止化的 也不需要任何一個檢查 紙側的檢查表或者紙側的一個確定文件 整個過程全部都會去後台 進行一個紀錄 看到中間和右手邊的圖 就分別了 在手機上面的一些安全驗收紀錄 和後台的一些驗收紀錄 全部都可以進行一個追溯的 好,那我們下去下一項PVT 最後一個管理系統就是我們的機械管理系統 左手邊那個就是我們的機械二維碼 為什麼我們會開發這個二維碼呢? 原因就是因為在地盤裏面 很多時候我們都需要把一些法定證書 和機械許可證 張貼在機身上面 這個狀況就需要每一次 我們那些機械證書 進行一個更新的時候 那期進行更新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一個重新張貼 而且我們開發了機械二維碼 所謂更新證書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在後台上 上載這個更新證書 這樣就可以達成同一個效果了 這樣就可以減少了他們很多這些 張貼文件的工作了 而且當我們進行一個檢查的時候 掃這個二維碼 不單止會有這些法定證書 包括一些檢查紀錄 都可以在二維碼所檢查到 我們右手邊就是相關的 在後台產生的資料 包括了我們後台的一些統計數據 途中表 以及機械的一個檢查文件 好了 那我這部分的分享就來到這裡 請回我的同事做個總結 那先說一說 其實剛才我們在這兩個環節裡 說了這麼多東西 其實怎麼能夠說 這個照的工地真的要做得很好呢 其實就不 在研發方面 不一定很優秀 另一件事就是 至少我們要最簡單 至少要知道實際的需要 你要有些什麼 另一件事就是 這個工作你究竟熟不熟悉的呢 最後一件事 除了在我們公司的管理層上 地盤的前線的管理員 都要和我們一起多溝通 多交流 所有前線的人員 在現場 他一定要 真的有實際上去用過 因為你不用的 變成是沒有一個反映的 有信息給我們 有一個持續的改善 做不到持續改善 我們不能夠做一個貼身 照顧我們的現場 所以 如果我們上述全部都做好了 我相信我們智慧工地的系統 就能夠很簡易操作 做到得心應手的 今天我們的分享 就是這麼多 多謝各位 多謝兩位的分享 請留一留步 接下來是問答環節 同樣大家都去輸入問題 我就會代各位去問兩位講者 我暫時看到有一條問題 想問一下 可否多說一些關於BIM技術 應用在智慧工地 去提升職安建的情況 其實現在的BIM最優秀的地方 就是可以做到一個視覺化 跟傳統的設計上 其實有什麼不同呢 過往在設計上 可能只是看到一個 以為的施工圖織 或者是一個立體的建築的效果圖 但是透過BIM技術 可以將所有的資料 做到匯總之後 就能夠最後做到一個視覺化 就好像剛才我剛剛 在我們PP裡面 介紹到BIM技術的圖像 就是這樣 希望可以解答到你 看到另一位觀眾問了一條問題 關於審批人員 他們需不需要經常去留意 智慧工地的系統 避免去錯過一些安全的警報提示 其實本身有沒有提示的功能呢? 這個問題有來解答 是有的 當一些審批人員或者整規員 需要進行這些工作的時候 他們都會收到相關訊息 手機都會進行提示 另一方面 我們都可以進行一個抄送功能 抄送人員都會收到相關的提示 多謝兩位為我們解答了的問題 也多謝今天五位的嘉賓和我們做的分享 希望大家對於港澳兩地的建造業發展 有更加多的認識 去應用智能科技提升工作安全和效率 為免剛才小優錯過了一些推廣 藉著這麼難得的機會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會見到物業管理公司 推廣安全輕別工作台合作先度計劃2.0 現在有機會可以贏取100元的現金獎 而接下來就是 正安建升級企業 密閉空間安全認可計劃 這個計劃提供高達25,000元的資助 有興趣的香港機構記得把握機會參加 而另一個升級企業計劃就是裝修及維修業 透過安全訓練、顧問服務和設備的資助 推動業界去提升職安建的表現 而職安局和勞工署推出了這個護心計劃 去到九月的時候已經有超過950間機構簽署了 想成為一份子就快點了解一下 測試一下QR Code去了解詳情 留意剛剛介紹的這幾個計劃都是限於香港地區的朋友 接下來就會介紹一下澳門地區的精彩活動 澳門勞工局在11月推出 建築業職安卡的網上學習課程 大家就可以一起去學習一些安全知識 而勞工局同時跟多個政府公務部門、商會社團和專業的團體 合辦2022年的建築業安全施工獎勵計劃 12月會舉行分享會期頒獎電禮學習 給一個機會學習一下最佳的實務經驗 提升工作安全 以及歡迎大家瀏覽《職安見天地》 獲取更多的職安訊息 而今天的建造業安全網上研討會來到尾聲 多謝大家的踴躍參與 我們下個活動再見 拜拜 concret region Simpson 碣 也來 visitor 我們從駱澤 那要不前 主張 我們等等 實際 様